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随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 娱乐圈中的奶恶 感情戏能否再有 更有魅力之独美探讨 王一博的演技飙升 尤其是在追风者中所展现的多样化演出 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他的关注和热议 他饰演的角色魏若来 不仅让人眼前一亮 更是让观众们频频赞叹其出色的表演技巧 然而 在欢乐之余 观众们也开始关注起王一博 在感情戏方面的表现不足 这一观点引发了不少讨论和思考 魏若来这个角色的出现 使得王一博得到了 更多展现自己喜剧天赋的机会 他与另一主角牛春苗的对戏 不仅为剧情增添了笑点 更让观众见识到了他在喜剧方面的功力 每一场两人同框的戏份都像是一场精彩的喜剧表演 让人忍俊不禁 不过 有观众指出 王一博在感情戏中的表现相对较少 这给人一种他知识和搞笑角色的错觉 有人甚至调侃说 他的吻戏似乎都是给姐姐级别的演员 这一点或许影响了他在选择作品时的取向 让他更倾向于选择证据而非偶像剧 尽管如此 王一博对演艺事业的认真态度和实力却是不容质疑的 尽管有一些质疑声音 但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表现依然获得了广泛认可和好评 他不仅在喜剧方面游刃有余 而且在感情戏中也能够用心演绎 展现出独特的情感魅力 这种表演风格的多样性使他在观众心目中独树一致 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演绎新星之一 虽然有人认为他的感情戏给人一种独美的错觉 但这也正是他演技深厚、气质独特的体现 在观众的热议之下追风者收视率不足 这部剧的成功也为王一博的职业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他的粉丝 我们更期待着看到他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挑战自我 突破自己 展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深入化的表演 王一博已经成为了当今娱乐圈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而他未来的表现也必将成为业内和粉丝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 这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和反思 观众们开始思考演员的定位问题 是应该专攻某一类型的角色 还是应该全面发展 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王一博的案例 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了这一问题 演员们是否应该被限定在某一类角色中 还是应该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寻找突破和成长的机会 这对于整个演艺圈的发展以及观众对演员的认知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不仅为他个人的演艺生涯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引发了观众们对演员定位和角色选择的思考 他的多样化表演风格和突破自我挑战的精神 值得业内人士和粉丝们共同期待和关注 而对于演员来说 不断探索 不断挑战自我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前行 成为更加优秀的演员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